HELLO 大家好,我是Hadi 如果你們現在聽到雨聲的話是對的 因為外面下超級大雨 今天在我分享八月最愛之前 我想我要解釋一下我的頭什麼事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IG的話 應該知道我在去柬埔寨之前 把頭染到淺灰色的 那種顏色其實是挺漂亮 真的挺漂亮的 但是因為淺灰色 如果你沒有化妝 我平時上班的話 會好像病了 所以我就想去ETUHAUS買一個染色焗油 想要加一點紫色上去 現在已經是第五天了 那種染色焗油是說它只有七天效果 但是我現在還是超級無的紫色 如果你們覺得這隻眼鏡是MK的話 你們先讓我做一會兒MKHadi 我現在這一刻應該不可以把它做什麼了 好啦我解釋完 我們就開始我的八月最愛了 因為Chopper現在要瘋狂地找我男朋友 所以我趕快先說了 它的頸上這個好可愛 口水肩 我在淘寶買的 不疼了不疼了 說你好可愛 它是一個拍樓的設計 之後其實有很多款的 我就買了三款 因為買二送一的關係 超可愛 八月最愛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跟大家說我的 AIRPOS HOT 其實之前七月已經很想跟大家說了 但是我忘記了放在影片中 所以八月我一定要說的 這個是在淘寶買的 它的質地是那些直膠 所以我本身很擔心很擔心它很容易弄髒 但是我自己用了一個月 完全不珍惜的用 都沒有任何灰灰黑黑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覺得都蠻驚喜的 它超漂亮 之後又可以有這個扣扣連在一起 很容易去找的 而且可以保護我的AIRPOS 本身的白色被我用得很慘 第二件事就是想跟大家說這個 淘寶的BRA 這個沒辦法 因為它是one size 明顯其實就不太適合我 它包不完我的胸 你看到它只包到中間的三角形 它是二十元人仔左右 是那些沒有鋼纖的BRA 質地是超舒服的 一個面質地 穿上去的時候 是有那種毫無束縛的感覺 當然如果你說胸有多一點肉 好像我那樣 其實穿這些是不好的 因為它是很容易令胸型不漂亮 或者是根本包不住 沒有承托力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偶然 想自己輕鬆一下 不要那麼拘緊的話 這些BRA 或者是你睡覺的時候穿 其實真的超舒服的 旅行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大家應該都會見過這個 Bless Moon Palette 這個Kid裡面其實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那一條影片是有少許合作成份 但是完全是真心畫 亦都令到我把它列入為今個月最愛 這條影片是完全沒有合作成份的 看到嗎?我兩款都用到超花了 所以其實我用的頻率也挺高的 我自己覺得一個優點就是 它們兩個超小巧 而且真的很愛它們的設計 裡面倒出來的唇嫂很有彈性 很好用 海綿棒棒其實我想它們有 它們喜歡的用家 但是這個眼影膏呢 我自己覺得用手上也很足夠的 另外我上次的影片是沒有展示出來的 它是可以這樣拆了一個盒子出來 下面是一個磁石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拿起一些顏色 拿出它的盤子出來 如果你買它不同的類型 你可以換自己過一天 用了妝容的顏色 再去替換放下去 我自己覺得這個設計很好 所以我覺得它以補妝 和帶出去帶去旅行來說 是一個 我想10分裡面 我真的可以給它10分 因為它的妝效是超級不錯的 你看到這個顏色其實是非常顯色的 我這麼深的唇色 它也是能夠出這個效果出來的 說完優點 其實我也想說一下它的缺點 這一盒裡面其實你會看到它沒有一個深色的眼影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它不可以做到一個完完全全的眼妝出來 至少在我自己的習慣裡面它是做不到的 而另外想跟大家說另一個胭脂 大家先叫 這一盒就是Calvin O'Quan它最近出的一個胭脂盒 好漂亮啊 它這個紫色和粉紅色的漸層 真的完美 而且那些粉質是極度滑的 這個呢 你看到它是比較偏紫一點的 你可以呢 只是深色那邊 中間比較粉紅粉紫一點的呢 旁邊的淺粉紅色呢 未必出得到 這個牌子的胭脂其實本身它的質素 大家都不需要去質疑的 那這一盒是260元啦 我不說那麼多因為應該買不到的 那我不知道香港將來Joyce會不會入貨 那如果有的話大家衝去買 真的超美 有沒有有沒有 好漂亮啊 紫紫的色 還有我現在的頭髮 嘩好親啊 嘩好深色啊 好害怕啊 好了繼續呢 都是說化妝品的 這三盒呢 是我最近在萬寧那裡買的Kate Down色眼影 我原本是給這個39號色吸引到的 那它是一個可以做避影的顏色 其實偏少少灰的 但我覺得它不算是正灰的 那我自己就覺得它可以 可以有少少跟MAC的Omega去做一個dupe的 那但是我覺得Omega是再灰少少 但是價錢來說它應該是三分之一左右 我記得是59元左右 另外呢 我也有買到一個7號色 7號色是一個閃粉的顏色來的 然後11號色大家都見過的 就是我之前用的一個香檳金石 用來做打底眼影的顏色 那它的粉質是細緻的 完全不會飛粉 然後creamy的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另外一個缺點就是它的顏色選擇 不算太多 沒有一些很彩的顏色 全部都是偏一些大地色系 或者深層一點的顏色 那純粹它全部眼妝化出來 都是一些比較自然的眼妝 那這個就是小缺點了 然後就是一個零食 很久沒有跟大家說過一些零食類的東西 我特地留來拍片的 就是這個大家經常在日本都會看到的一個條條 我想大家很多時候在日本的激安殿堂 都會買這一種的條條去做手信 最多人買的味道應該就是熟米濃湯味 或者什麼明太子、pizza味 但是我發現了這個比較冷碗 沒有人買的味道就叫咖喱味 是最好吃的 它是那種你吃了第一條之後 因為它是沒有任何的感覺 沒有飽吐感的 完全好像吃空氣一樣 那就可以令我一路一路吃下去 它那個咖喱不是什麼印度咖喱味 它完全是那些日式的咖喱飯那種的咖喱味 很好吃 它裡面是這些熟米棒來的 你要不要嗎? 有 給你吧 好吧 我本來打算吃掉它 真的是我買的 真的是我拿給你的 想吃多一口嗎? 你看 你怎麼這麼大 可以夠了 大家可以看到唇唇沒有什麼 粒得太多 但是呢 特地在吃完東西的時候 就想重新畫到嘴 就跟大家說說 今個月買了一枝很喜歡很喜歡的唇膏 那就是這枝MAC的子彈唇膏 它的色號叫做Sea Sheer 那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西油顏色 我自己覺得 鏡頭好像太粉紅了 那我不抹了 直接補上它 因為它很出色 但是一罐MAC的子彈唇膏 都有兩個覺得缺點的 第一就是它的味道 我覺得很醜 是那種舊式 有蠟的唇膏味 第二就是它的潤是一種假潤 就是它是維持在表面 它不是真的潤到這個嘴的 但是它的顏色是我自己都很喜歡的一個顏色 是沒有分任何的長合 沒有分任何的年齡 沒有分任何的衣著 都可以塗到的 但是你覺得它的持久力 我就覺得一般 因為這些亮身 還要是停留表面的亮身唇膏 是不會怎樣持久的 所以 帶出去補妝 好了 那到最後最後 我今個月也有很多東西分享 就想跟大家說一齣韓劇 我很久沒追劇 就會是這個IU的出新劇 它叫做德露娜酒店 對嗎? 德露娜酒店 這一齣是我的朋友介紹我看的 它的介紹原因就是厲害了 IU在每一集都會換差不多五個造型 是很漂亮的 因為真的漂亮得像仙女一樣漂亮 它是說一些又有女鬼 又有鬼怪故事的成份 又有愛情的成份 所以我不透露太多 因為其實出劇未完 現在應該今個禮拜做到14集 應該下個禮拜大結局 我播這條影片的時候 應該差不多大結局了 所以你們也可以開始去看的 這次我不是剪了這個音嗎? 其實不多不少我也是 因為IU裡面的剪音 有音的造型 實在太漂亮了 我想試一下 我都知道我不是IU的料子 但是也不是很差 除了紫色MK的少許之外 對吧? 好吧 我好像說了很多廢話 所以今個八月最愛 就是在這裡完結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幾條新影片 紅色六間到三點 還有十日夜到十二點 好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下條影片 來不及四點 heterogic 是以為今年 喝 French 太乾